香港教育成是一个香港政府拥有的公司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政府的部门 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独立运作 但是也是为政府做的一个中介的公司 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第16年了 很多年以前我们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提供一些网上的教学的材料 因为网上教学开始的时候 学校都没有什么好的教学上用的资源 或者是一些多媒体的东西 教育成最主要就是做这个工作 但是这几年我们也看到 这个多媒体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很多不同的机构都可以把好的内容放在网上 我们教育成过去几年最主要的工作 反而是一些教学系统化和一些比较把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公司能够整合在一起 这个方面 因为教材多了的时候 老师跟学生其实他们有太多的平台 很复杂的运用 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过去有几个比较成功的项目 比方说一个我们的一些会员的制度 香港现在差不多90%的学生跟老师都有教程的户口 透过这个户口他们可以应用不同的 不同供应商的应用也可以使用 那么大家都不用再发很多力气去管理这个户口 提供这个登录密码那些那些基本的东西 第二个是我们的我们叫教程书柜 这是一个bookshelf的东西 它把不同出版商的书本跟一些教学的材料 可以放在同一个平台 那么学校他们只要一个app 一个界面就可以用到很多不同供应商的书本 这个方便是一个最大的目的 还有一个成本也是一个很主要的目的 大家的格式都简单了都同意了 不同的供应商就不用投资那些科技了 他们最主要有内容就可以发展这个电子书这个市场 电子教学资源还是一个 一个我看比较容易做的一个部分 但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呢 发展下去的一定是我们怎么样了解学生的学习的进程 他们的评估啊 他们的好像说我们有一些叫project based learning的 学生要自主去学习 那些东西呢都没有 现在都没有一些成熟的方法可以了解学生这个学习是怎么样进行的 那么如果有一些平台它有一些电子学习的标准就是学生参与的讨论啊 评估啊啊甚至是他们的怎么样展示自己的学习的成果啊都有一些平台可以去结合起来 那个教室的效益就一定会 要跟出版商有这个题目就可以了 不同的平台都可以使用 不同的应用都可以利用这个发展出来的教学的材料 那么这个市场呢就真正的可以更加更大步的向前迈进